最扯的選民服務 遇過最扯的我可以講一下 之前安倍晉三不是有遇到 就是那個槍擊事件嗎 然後就是很不幸就在街頭身亡 然後後來我有接到一個選民 他就聲稱就是說 他有一些靈通的能力 然後他就說他有感覺到 安倍晉三還在街頭遊蕩 他希望我可以跟外交部溝通 然後趕快去幫安倍晉三招魂 不然的話他回不了家 我那時候接到這個選服的時候 我也是有一種 哇靠 這是認真還是開玩笑的 那我覺得柯文哲過去這半年 他基本上在很多議題 就採取相對比較極端的一個立場 他現在在為自己找出 他合理的一個戰場 覺得講服貌就是一個 像譬如說我們可以看到賴清德 他在服貌這個議題出來之前 他講的是大學的補助 私立大學的補助 其實你可以看得出來 這兩個議題雖然看起來差很多 可是他們想要講的點都很像 就是想要跟年輕人說 我想要改善年輕人 現在所面臨的問題 只是他們提出的解方不太一樣 那我覺得柯文哲選擇的服貌這件事情 他是一個非常聰明的一個論述 我不是說他是對的 而是很聰明 因為他很抽象 服貌到底是什麼樣的內容